大家好 现在是蟹爪允育花蕾的季节 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养护的蟹爪蓝 开始冒出一些小小的圆点 那么这个时候就证明 蟹爪蓝已经开始长花苞了 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是小圆点 当蟹爪蓝刚刚冒出花苞的时候 我们给它多做三个动作 就能让它这个花苞更加多 花苞更加大 第一个动作就是掰掉一些 太弱的新叶片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种叶片明显的是比较弱的 上面这一片 底下这一片就比较强壮 像这种比较弱的 我们直接给它掰掉 如果说这一片叶子上面 也有一些小圆点小花苞的话 我们也不必担心 掰掉之后 它还会继续从底下这里长花苞出来 而且底下这些花苞品质会更加的高 大家看一下 像我之前拜的这一片叶 它是养分比较充足比较饱满的 那么这个花苞相对就会大一点 像这一些所以说它出来的一些花苞 但是相对比较弱 第二个就是要给它补足高磷肥 因为只有高磷的肥料 才能保证这个花苞有足够的养分来生长 如果说我们使用的一些淡元素过高的话 那么这个花苞不但小 而且容易让这个蟹爪产生土长 长一些新叶片出来 那么开出来的话就会少很多 第三个就是适当的给它增加浇水 但是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能积水 一定要保证干需循环 干透焦透 这样才有利于它根系吸收养分 不容易烂根 还有一点就是光照不可缺 这个时候它这个花苞还没打开 我们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 有利于它光合作用 那么当花苞打开之后 我们就不适于给它太多的阳光直射了 那么这就是能让蟹爪兰 开更多花的一些技巧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